年底选举进入白乐化阶段 基隆市暖暖区市议员选举 这次总共有四位候选人投入 争夺三席的市议员席次 老将有国民党提名 力拼三连任的三号联恩典 以及争取二连任的 五党籍新秀议员林敏勋 两人都不敢轻敌 依旧紧绷神经败票 各位乡亲大家好 我是暖暖区市议员三号联恩典 这一次继续要参选 我们暖暖区的市议员 谢谢大家在前面两届 一直不断地给我鼓励与支持 我相信在第三届 我会更努力把还没有完成的 继续完成 恩典就秉持着 行公益好联敏 存谦卑的心 实实在在地在暖暖区 未来服务我们的乡亲 最后肯托 11月26号 拜托大家支持 3号3号联恩典 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员 暖暖最用心 4号林敏勋 感谢大家给我四年的服务机会 未来我一定会继续来努力 打拼为地方服务 让做事的人继续服务 让暖暖持续进步 妈祖有指示 用心会做事 我是暖暖最用心 4号林敏勋 由于现任议员王醒之不再竞选连任 而由办公室研究员 2号暖暖区市议员候选人 陈冠宇 披甲上阵 对上1号暖暖区市议员候选人 莫爱杰 两名新人卯足全力抢票 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暖暖区2号市议员候选人 陈冠宇 今天王醒之选择不继续连任 想要我继续在暖暖 在基隆 接触服务 过去我们办公室长期来破千件的民众承勤 法律咨询 在议会的市政监督议题 以及议会提案 多数都是由我在处理的 这4年来 我们办公室已经成功推荐了长期照顾 儿童游戏权 特色公园 以及每天都有非常多人乘车的 暖暖国道客运 R86 以及交通设计等难题 请支持我们 让这些议题继续推进 请支持市议员候选人2号 陈冠宇 谢谢 各位乡亲父老大家好 我是1号慕爱姐市议员候选人 软软要幸福 软软要建设 软软不要土石流 软软要大家一起来投下您神圣的遗票 相信软软 相信会幸福 1号慕爱姐是您最好的选择 争取一条公路直达金融厂根医院 争设日拖日照中心减轻年轻人 上班族的负担 我们还要力争国小地下停车厂的建设 让软软市区变得更好 相信软软 相信软软会幸福 1号慕爱姐是您最佳的选择 两位现任软软区市议员地方经营服务 扎实名义基础雄厚 面临两位新人竞争 谁会成为选举刺客黑马 没人敢保证 最后谁能出现当选 还是要由软软区选民来做决定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